老爸,古代用什么擦屁股啊? 用什么擦屁股呢? 那么以前有个电子剧叫寻情记 那么主人公叫县肖龙 那么县肖龙刚穿越到战国的时候 就拉了他在公园前的第一坨爸爸 那么这个时候有位老乡跑出来 他问老乡要子 那么老乡亲切地给他递给了一个神奇的器物 叫做瓦片 这个造型非常的小巧 人体工学设计的 气味非常的芳香 可重复使用上千字 是绿色环保的 那么剧情可见 这个县大侠的这个表情是懵逼的 但在老乡的这个寻寻诱导和亲身的示范下 县大侠只好入乡随俗 刮一刮十年少了 那么古代到底是用什么擦屁股的呢? 其实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到很多方法的 那么这个故事来自于我们开挂的国家印度 那么有一天 这个释迦牟尼在这个奖金 下面有很多同学在听机 有一个同学的表情怪怪的 就释迦牟尼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 这个同学回答 就刚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用丑草擦屁股 就怕擦不干净 用的力尺稍微大了一点 结果就把屁股给擦破了 所以古代人其实是用草来擦屁股的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导致物场有差 那么各地会选择不同的草来擦屁股 以我们中国江南来说的话呢 这个干枯的稻草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么青色的草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上面往往会有一些试钩 会引起我们屁股的潜力不适 如果同学们讨论是擦屁股的事情 这个帮主人西加摩宁 觉得有必要出台一个擦屁股的官方指南 他老人家就只是 你和大家擦屁股 如果没有仇的话呢 你不准往前上擦 不准往侧板上擦 不准往连柱上擦 不准用石头 不准用青巢 不准用土块 用软木 持木等等的 那么现在我宣布啊 唯一入选我们佛教高级研修班 擦屁股专用的工具是什么 是木足尾 我们知道反对什么就出现过什么 从这个师大爷反对的情况来看 有的各种各样擦屁股的方法 比如说往前上擦呀 这种涂鸦方法很独特啊 这个灰色的前面 黄色的燃料 很容易啊就搞出一幅毕加索的神作 还可以往侧板上摩擦摩擦 那么这些呢考虑一个人的腰力 还可以往连柱上擦 那么圆圆的圆柱木啊 可能比较合适一点点 但是呢 你们考虑一个圆柱底的感受嘛 此外还有木块 染木啊 树叶等等的 总之呢 一切可以运用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擦屁 但是释迦摩尼又特别指出来了 树叶不能用 那么树叶其实是很好的工具啊 为什么不能用呢 这大概跟释迦摩尼得到有关 因为释迦摩尼是在普利树下得到 释迦摩尼呢就指定了 用木组尾为筹板的原料 那么这就是筹木了 那么这个筹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小片的这个木板 释迦摩尼呢 特地制定了ISO9000 刮PP的筹板标准 最长不能超过8寸 最短的不能短于4寸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擦屁股的情况 如果过长过短的话 都会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所以可以看出我们释迦摩尼的良苦用心了 这个释迦摩尼还规定啊 我们一定要使一下 这说明这个筹板可以反复使用的啊 中国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这个筹板啊 是经过和尚们传入我们中国以后 当时的这个佛教徒呢 就是相信佛教的 都是以替和尚来制作 这种刮屁股的片片为荣 当时南山的皇帝李玉跟他的老婆 就亲自给和尚制作过木片的 做好以后呢 还要往脸上摩擦一下 看这个筹片呢 有没有毛刺啊等情况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用纸来擦屁股呢 明文自载要到宋末元初的时候 当时元朝的一位皇后呢 十分的孝敬太后 就亲自的为太后呢 来制作这个擦屁股用的纸杂 这说明了 到元朝的时候已经用纸了 但是啊 这个纸杂还是比较粗糙生硬的 其实呢 到我们新中国的时候啊 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能 没办法用纸来擦屁股的 你知道了吗 就算了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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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